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黑椒牛柳梨 牛肉建议用这种short ribs 又好用又实惠 皮皮拉拉去干净 先切成段 再切成小方块 400克左右的牛肉 我们先放半个tablespoon的糖 糖是起到嫩肉粉的作用 只是没有它来的那么快 捏匀 稍稍用一点力 这样可以把肉汁捏松一点 接下来我们放半个tablespoon的盐 大约三克上下 来几圈黑胡椒 淋一点油保湿 那一不小心油忘了放也没有关系 我经常会忘 那如果你赶时间或者想肉更嫩一点 那就可以放一点抛打粉 一点点像黄豆粒这么大就可以 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放置两小时以上 或者隔夜都行 那开火前呢别忘了撒上一勺淀粉 再加一把劲 再抓捏一下 捏匀了 转过身 现在就可以起油锅了 我们用小一点的锅 这样锯油 油可以稍微放深一点 油温烫烫的了 肉就一块一块下 差不多一两分钟 肉表面渗出了血水 我们就给它翻面 这样煎到鸡分熟了 我们就把多余的油倒出来 这样煎到鸡分熟了 这些油待会正好炒一个菜用掉 不要都倒完 锅里留一点 一直保持大火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放半个tablespoon的糖 一点点老抽上色 不要超过一个cheespoon 否则太黑不好看 最后再撒上几圈黑胡椒 就可以上桌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是我的猪方比娃 有上错票 嘿嘿 对 对 你来进去 对 我以前的人 三个一块 他在羊 Content 跳的